各位电视机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公立好离哉 我是乌亚婷 我们都有听过红豆深南国这句话 但在台湾呢 红豆除了有屏东的万丹酉之外呢 其实高雄的大辽的红豆也是非常有名 那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请到了我们大辽区的区长王洪荣先生 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 区长好 亚婷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区长 那因为我们知道大辽的红豆真的是非常的有名 那是不是请区长来跟我们讲 为什么大辽的红豆那么有名啊 对 其实大辽红豆有名 我想最主要就是因为它品质 是 那为什么品质会好 因为大辽红豆大部分都种在我们高坪西畔 那个高滩地上 是 那这些西畔的这些土地 那个沙质的成分比较高 是 所以容易透水 那这样的地质 特别适合红豆来生长 是 所以我们天然条件就比较好 那另外我们也有成立一个 这个红豆的产业专区 那我们有一个产销班 红豆产销班 我们这些农民照顾他们种的红豆就像在照顾他们自己的宝贝一样 是 真的很用心 包括施肥啊管理都这样定时来做这个管理 做红豆的这个照顾 那所以我们的红豆是全国唯一有产销履律认证的 就是人家常讲的农产品的身份证 所以可以知道我们的红豆是符合安全农业的规范 是 是现在我们民众最重视的就是要食安 要健康的农产品 那我们真的是最符合的 那除了这个以外刚才我讲到我们的品质好 所以大辽的红豆 你可以看到它的颗粒很饱满 大颗 然后色泽很光滑 红韧 那最重要的是煮起来 吃起来 口感很绵密 有些红豆煮不烂 煮不透 那大辽的红豆煮起来真的会口感绵密 特别的好吃 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农会啊 我们农会的产销班 就有自己的专属品牌 叫做红镜专 所以说我们大辽的红豆 应该是全国品质最好 是 那我们听完区长介绍 知道大辽其实红豆那么有名 就是它的地质很适合种红豆 而且它的品质非常的好 那量的部分呢 如果说品质那么好 那大家可能供需的部分要控制一下嘛 因为如果大家都想要的话 那量的部分 大辽的红豆怎么做得到 就是行销出去呢 大辽红豆的行销 其实这几年来 我们就一直 应该今年是进入第十年啦 就是我们办理大辽红豆节的活动 来行销大辽的红豆 因为有那么好的东西 我们希望全国的朋友都知道 那这几年来大辽红豆节 执续的办理 真的也把大辽红豆的知名度提升 打响 是 那大辽红豆节呢 在12月每年的12月办 那请问一下那个红豆节 它有办了哪一些活动呢 今年我们红豆节是在12月6号7号 也刚办理过 那因为我们要把大辽在地 最有特色的这个农产品行销 当然我们红豆节的规划 我们也都尽量的来展现地方的特色 然后让我们地方的民众啊 地方的社区 或是地方机关 学校 社团 融会等等 大家一起来参与 所以我们活动的规划就比较 没有那影歌星啊 这一类的活动 全部进屋 纯粹以地方的角度去看 对 因为我们要凸显的是地方的特色 所以说像今年啊 我们就办了一个 古厕工艺红豆宴 这样 是 我们选择了一个无家古厕 这个古厕 也是应该是今年要过年的 贺岁片拍片的场景 它保存的很好 是 那很有那种怀骨的忧情 很有那种feel啦 真的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 选在这个古厕 来办红豆宴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 有关古厕的摄影展 照片 摄影照片的展 还有我们高雄 我们四丈歌手 肖湘婷歌手 他在那边演唱 真的很有feel 对对 然后让大家在这个晚上 很有feel的气氛来享受美食 红豆宴 那为什么叫公益红豆宴 因为我们这个红豆宴 每个人是要收费的 然后全部的收入 我们做公益来使用 就捐给我们在地的 比如说永安儿童之家 就是育幼宴 然后安安家园 他专门收 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 然后像我们红豆老人基金会 我们把这些收入的经费 捐做公益 所以可以做公益 又享用美食 是真的非常有意义 是蛮特别的活动 那像我们今年也有这个 快乐农村一日游 真的 对 这个是现在最夯的 是 也都由在地的社区 来规划路线 来做导览解收 对啊 很多在大城市里面 生活久的人 可能真的很想要去农夫 就是去体验一下农夫的感觉 或是去农村 对 去体验一下 那这次有什么 就是一日农村的一日游呢 有什么样的行程规划呢 原来我们就有一个山龙社区的路线 是 这个路线是 它可以 它那边有一条旧铁道 改造的一个自行车道 已经废弃了排档旧铁道 现在单车非常有名 对 那所以说这一条路线我们就规划它去骑单车 欣赏荣源的风光 还有可以做昂古柜 昂古柜里面都是我们的红豆线 真的很会应用耶 超会行销 所以说让他们DIY做昂古柜 马上帮你蒸好 骑完脚踏车回来就可以享用 还有中午是在我们山龙社区 来享用它的挂串饭的风味餐 什么是挂串饭啊 挂串饭 就是以前早期 我们那个稻米要收割的时候 会换工 就是我们家可能工人不足 你就来帮忙收割稻米 那收割稻米 我们要准备 要准备丰盛的这个午餐 或是晚餐 让这些工人来吃 所以那个就叫做挂串饭 但是我们的挂串饭 比一般的挂串饭 更丰盛 更好吃 是 那它的稻米是不是也是 就是大辽一个非常有名的特色 那挂串饭的饭 是吗 是 雅婷说的没错 其实大辽除了红豆很有名 大辽的米更有名 但是我想蛮多人不知道 对啊 那一样 大辽早期还有高雄米昌之称 是 因为我们从曹宫船 对 引水来灌溉 以前灌溉凤山平原 是 那有一条枝船就是灌溉我们大辽 那表示早期大辽就有很多稻田 是 那由曹宫船来灌溉 所以水源丰富 加上大辽的稻田 土质比较Q软 粉粉的 所以它的保水性比较高 灌溉以后水不会马上消水 保水性高其实是稻米生长 很好的一个条件 是 所以我们种出来的稻米 在荣委会办理的十大经典毫米比赛 就是全国的十大经典毫米比赛 是 在七年七次的比赛 我们得过七次的十大经典毫米 那在今年有改变 它叫做全国 全国明米 很有名的米 明米的产地冠军赛 我们一样得到挑战主的冠军 所以就知道大辽的米 品质有多好 是 所以这样有此刻 今天其实大辽的先天条件 造就了这些农产品的出名 有关于大辽的红豆跟那个白米 其实都非常的有名 那该怎么样 我们把这个名气推广出去 不仅是台湾 甚至是全世界了 是 其实大辽的红豆 真的品质好 所以现在的确真的有外销到国外 包括欧洲国家 日本还有文乃 现在都有 国际化了 对大辽红豆都有外销 那就是因为它的品质好 我想这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因为根据我们外销 这些产销般的农民跟我们讲 其实他们去国外 比如说食品展 大陆也有红豆 外国也有红豆 而且价格比我们多低 但是它就是喜欢我们的 我们价格高 它还是来买我们的红豆 表示我们品质好 那当然这个能卖到国外 也是因为我们市政府农业局 我们的农会 还有我们产销办这些农民 很认真的行销 非常吉利去促销 对 常常去参加各国国际的一些食品展 是 然后也在我们国内 除了我们红豆节的行销 提升红豆的知名度 那在国内很多地方 也都参加这食品展 那让大家看到大辽红豆的好 是 那大辽呢 除了红豆出名之外 它的白米也是非常有名 而且它也是成功的行销 海外的市场 例如像是欧美 或是日本的地区 那到底它是怎么办到的呢 农产品的行销 现在在各个地区都特别的重要 之前就一乡一特产 那大辽既然有那么好的红豆 其实除了我们透过 比如说红豆节 这样活动的举办 提升它的知名度 那在整个红豆的这个产业来讲 我们很多产销班的农民也很用心 我们现在应该说 不只把它定位成一个食材 我们希望它有更多的加工的产品出来 增加它的附加价值 对 增加它的附加价值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有社区在做红豆糯米厂 做那种真空包的蜜红豆 那我们也跟在地的学校 我们的福音科技大学 同会来做合作 他们也研发了很多红豆的健康食品 养生保健 算是一种学术交流 对 因为产学合作 他们的那个有食品营养系 来做这些研发 所以有更多的红豆的产品增加附加价值以外 我们也希望透过比较精致化 或是像现在 大家很讲究的文创 把它融入创新的元素 像我们社区就有一个红豆恋爱了 比如说类似这样的产品 那红豆因为一般代表的是相思 你叫做爱情 对不对 爱情 然后既然这样 是不是以后我们也希望 就是说 透过这样红豆节的活动以外 我们的农民 或是我们的社区 可以透过这样创新的元素 以后呢 送情人不一定要送金沙 可以送我们包的很漂亮的红豆礼盒 里面有各种颜色 比如说红豆啊 绿豆啊什么 这个可以叫做幸福豆 我觉得这点子很棒耶 真的 因为红豆它有相思动之称嘛 就是有一种 就是我觉得比巧克力 其实更有那种爱情的感觉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塑造 红豆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真的 那另外比如说 像现在结婚啊 新人不是都会送回礼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方向 一个红豆一个米 代表一个代表很纯洁 然后代表丰收富裕 然后一个代表爱情 把它包装的美美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农产品的行销 包括我们很多地区 包括我们大辽 未来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那这几年的确我们也看到 我们大辽社区跟农民 跟农会 还有市政府给我们协助 在这一方面的知名度 跟这方面推动的工作 都有长处的进步 刚刚做了那么多 就是为了要增加红豆 它的附加价值 跟它的开创卡更多的可能 那我们最近12月份 也才刚办完大辽的红豆节 那是不是跟我们再详细来说一下 有哪一些精彩的活动呢 对 好 像今年开头的表演 我们就有一个万岁元气舞的表演 听说有很多阿公阿嬷出席 跳舞是不是 对 所以我们原来是说 找一百多个阿公阿嬷 加起来就有一万岁 所以叫做万岁 原来是这个万岁 元气舞因为吃红豆会补气 所以很有元气 都有关联 对 所以我们叫万岁元气舞 结果我们一号召 参加的人数太踊跃 我们现在大概 那天统计大概就有四百多个人来参加 所以加起来可能将近三万岁了 让他们跳这个打气舞 很壮观 是 那跳出我们大辽的活力跟热情 也帮大家加油打气 场面一定非常盛大 对 对 对 那除了这个元气舞之外呢 那除了元气舞之外 其实我们每年大辽的红豆节都有一个青子彩红豆的体验 是 还有深度的文化导览 由我们的解收员带着这些各地来的朋友游客 到我们几个古厕啊 我们比较特殊的宗教啊 去到寺庙去做文化导览 那青子彩红豆 每年都是最热门的 报名都是秒杀 今年也是一样 那很多都市的小朋友可能都吃过红豆冰啊 吃过红豆饼 但是可能真的不知道红豆是怎么长在哪里 所以我们就让他亲自去彩红豆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很热门的一个活动项目 那另外我们还有幸福红豆小巴由大辽 就是一个载着大家到我们大辽各个好玩的点 随时让你下车 然后下一班来你随时上车啦 这个是我们每年例行的 那当然在我们主活动的现场 我们还有一个大辽馆 所谓大辽馆 从这边可以看到大辽以前的一些文史 像今年我们就用一个社区报 从以前发行的社区报 那找出跟大辽之前的历史有关 可以看出大辽的更替啦 一些历史的更替 然后也可以看到大辽的现在 一些比较好玩好看 甚至一些建设的照片 因为今年我们有办了一个摄影比赛 那把这些得奖的作品都在我们大辽馆 来展出 就是造出大辽之美 是 造出大辽之美 是 那我们知道用一个红豆就可以知道说 延伸到那个历史的层面 然后推广大辽的特色等等的 真的是后续的效应非常的广泛 那当然红豆节最重要的 我想很多来参加的那个我们的朋友 就是主要来买红豆 所以其实今年红豆节 我们也有很多就是在地农民 伴售的优质农产品的汤味 包括红豆啊 包括我们在地种的一些蔬菜蔬果啊 对 那另外我们的表演都是由在地社区的民众啊 在地学校在地社团来表演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歌仔戏的表演 也是我们社区的阿公阿嬷所组成的 不是专业的 但是有专业的水准 是 那我们表演也把地方的特色文化融进去 用歌仔戏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说我们今年的活动可以说也很精彩 真的耶 就是 真的有吃 然后又有很多活动可以玩 对 那如果我是一个观光客 我就会很好奇啊 我来到大辽 我可以玩哪一些 就是可不可以请区长推荐我们 一日游的行程说 我来到大辽 我可以怎么样走呢 是 其实来大辽 除了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山龙社区一日游的 那个一日农夫 或是农村快乐农村一日游 这样的规划行程 我们还有另外一条路线 就是那个惠解社区 在今年也是蛮热门的 那因为惠解这个地方是在高平溪的 高平溪提访的旁边 那高平溪 所以我们这一条路线就安排他坐我们的那个铁牛车 屁股挖掐 他就坐在上面 我们就带着你 回到早期的农村时代的感觉 这个我想现在真的乡下才有了 很稀奇 真的 带着这个我们的朋友坐铁牛车来欣赏高平溪的风光 然后因为惠解社区这边也在高平溪的摊地上 种了很多像花生玉米 萝卜 这些短期性的作物 那我们就让我们的游客去体验去采花生 满土豆 然后去摘玉米 然后摘来我们还可以马上来煮玉米这样子 可以说他们都玩得很尽兴 那中午呢 就让他们吃在地的风味餐 土豆炒饭 土豆饭 还有土豆豚 土豆豚 还有花生糖 都跟花生有关 所以说 这个是一日有的行程 那如果说我们的朋友 自己要开车到大辽 是 其实也可以建议几个景点 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 無家補措 真的是一個保存很完整的 可以去拍照 遊賞的一個好地方 另外像我們有一個包公廟 可以去拜拜 祈福 因為它號稱是全台灣最大的包公 拜包公的廟 真的是蠻有規模的 另外在我們鳳林路上 有很多美食 中午也可以去那邊 就享用美食 因為大廟早期也是一個眷村集中的地方 所以保留有很多眷村的美食 比如說牛肉麵 比如說燒餅 包子等等 還蠻多都留下來了 雖然眷村改建蠻多 眷村那些我們的住戶搬出去 但是這些美食有留下 那也有本土的美食 像我們的新錯路 鳳林路上跟新錯路有一個 土土雞雞 那個大廟來講真的很有名 各地的人都知道 是 中午可以去那邊享受美食 然後呢 如果時間再久一點 我們大廟有一條路叫萬丹路 是 那邊有一個黃昏市場 其實可以去那邊逛一逛 因為還蠻多我們農民會把自己種的一些蔬菜水果拿來賣 那個我想都是最安全的 對 所以說一日有 那也還有很多行程 其實可以上公所的網站來看 對大廟有興趣 歡迎大家到大廟來玩 是 我剛才聽到區長介紹那麼多 是不是覺得大廟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地方嗎 有吃又有玩 但是如果說 因為現在大家都強調節能減碳 那如果我自己沒有車子 或是我不想開車去 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大眾的交通工具到大廟去呢 沒錯 大廟也算得天獨貨 我們高雄捷運局線 在最東邊的一個站就是大廟站 主機場也設在那邊 所以搭捷運很方便 就直接可以搭到捷運的大廟站 那來其實我們有蠻多接駁車 所以我們縣市合併以後 也開了蠻多的接駁車 包括我們G20就有五條線 G21G22還有紅8G9 其實可以到蠻多的點 然後捷運站的出口也有我們公共腳踏車的租件 如果你體力好一點的 你可以租腳踏車 照剛才有提到的 比如說可以騎我們山龍的自行車道 那個是整條自行車道 都可以欣賞我們田園風光 也可以騎我們高平溪堤防的自行車道 然後騎到各個點去玩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但是體力要好一點 是 那有此可知 大廟真的是非常好玩的地方 而且景點非常多 而且你又可以體驗農村的生活 又可以看古蹟等等 非常更多的大廖的秘密 等待你去挖掘 那我們今天更利好的一栽 應該先到此告一段落了 我們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會囉 好 謝謝楊勤 謝謝蘇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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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謝謝你 ��歸